现在要介绍的是在高雄柏二附近 这一间是大家一直在问我 说新的FR有一个配合的饭店 它到底是怎么样 我被你们问到一定要赶快来 这个叫夏幽旅居 我们现在介绍的是807 拿四人房的券就可以住这样的房型 但是先说好了 不好意思 四人房就是没有浴缸 不要来乱 不可以乱人家 我们没有浴缸 怎么样都没有浴缸 不是不给你们是真的没有 好我们来看一下四人房的部分 一进来的话可以看到一个行李架的位置 在这边 那后面的话是衣橱的位置 它在门后面这边有个衣橱 这边有放衣服的 掉衣服掉在这边 然后再来我们看一下 它免洗拖鞋有准备的四双 它这边有个小客厅的感觉 有沙发 有桌子 所以如果买了高雄的美食 回来的话 这边还有桌子可以用 可以这边吃 然后还不然就是在一楼 因为一楼它我刚有介绍过 它有一个迎宾的小点的部分 它是早上十点到晚上的十点 可以在下面用 但是不能带上来 先说好了 只能在下面用 不能带上来 好我们看到家庭房的部分 它是两大床 两大床 可以看到这是我们社团最爱的家庭房 它只要拿一张 一张 一张卷 但是没有一缸 重复的强调 没有一缸 不要给人家乱 没有一缸 它是两大床的一个设计 它的床的部分 是有 来 一 二 有这种形式的 然后有另外一种 他们说有另外一种是 一大 两小的部分 但是我们亲子的 大部分都喜欢是一个 两大床的部分 先跟你们说 两大床 是这样子 这样子的 在我们看过来客厅的部分 这是一个客厅 再加上 这边有一个是电视的部分 吹风机它也应该很贴心 它本来是壁挂式的 可能怕大家不好用 它又放了一只 在这边是分离式的部分 这个化妆台的部分 房间都是有对外窗 这个是有对外窗 可以打开的 而且它很贴心 因为它做了一个安全的防护措施 它是可以拉开的 只是说这个避免大家 窗户太开 或怎么样 这是一个防护措施 对我们亲子来讲 也是比较好的 比较安全的一个部分 好 再来看一下 水的部分 被瓶部分都准备 四人份的被瓶的部分 然后这边有UCC的咖啡 给大家喝 然后下面不是有很多茶包吗 可以喝到晚上十点钟 不用客气 要去楼下喝 不要拿上来 去楼下喝 随便你喝 但是不能带走就是了 好 更天性的部分来了 登登登登 我们看到 他们还准备了泡面 真的迎冰的泡面 四人房 他们准备了四碗的部分 两人房就两个 好 然后这边有煮水壶 下面有冰箱 可以冰冰凉来高雄 天气热 大家喜欢喝冰的OK 然后冰箱 然后下面有饮料可以喝到 晚上十点都有冰的饮料 也可以喝 OK 然后这边可以看到 来来来 转过来 所以他这边客厅的部分 让设计非常不错 让有个缓冲 有两个椅子 不过的话 这边再拉过去 还有两个椅子 你看 总共四个椅子 凑成四个人 都可以坐在那边吃东西聊天 没有问题的 好 厕所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厕所 刚刚讲过 重复的说 没有浴缸 没有浴缸 好 麦昂乱 好 看一下 厕所部分的话 它采用的是淋浴室的 分开的一个感觉 然后这边的话 也有准备的背瓶 大毛小毛也都有准备好了 还有这个 牙膏牙刷 这些都有 你们就不要自己带了 这个都有带 这非常贴心 准备好了 那我刚刚有跟大家讲说 如果是长途旅行 可能要换洗衣服的 比较多的时候 他们这边也有 洗衣的一个设备在楼上 会再给你们做介绍 这边有牙膏牙刷 然后这边有 看一下 刮骨刀也有 浴帽这个都有 没有问题的 好 再来看一下 淋浴空间的话 它是分开的是淋浴 淋浴的 好 洗法机 沐浴乳这个都有 都准备好了 好 OK 所以这样四人房都不是问题了 该有的也都出现了 然后你看很贴心 还要准备了泡面吧 我想这件事情 大概小孩进来就欢呼 耶 因为平常是违禁品 对不对 出来就算了 妈妈们就算了 全部让他们开心 真的 出来就是大家开心就好 就给他们吃吧吃吧 OK 这就是要拿一张四人房的券 就可以住到这样的房间 四人房的券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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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